律师针对这个美加引渡条例的这个采访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终于在千催万寝之下 我们把我们的陈小平陈总请到了我们的摄影棚当中 陈总刚才我忙着播报可能有一些漏掉的地方 是不是您目前看到这个最新情况什么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最新的情况就是他的律师出厂 然后呢撕做了很多准备 这个律师他说他有一个辩护包 这个前一段呢是他的这个代表政府的律师出来 就是说不能给他保释 那么呢提了一些理由 然后这个律师开始反击 并提出他的建议性的一个意见 还是有针对性的 那么这个律师上来就说呢 他的辩护包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说前面说他不能保释 是说他这个很有钱 他容易逃走对不对 他上来就说 你不能说他因为有钱而不让他得到保释 法序上应该人人平等啊 这是这个听起来也有道理啊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 这个律师呢不知道是懂中国文化 还是这个从别人那儿学到这个东西 他就说这个中国人很讲面子 你像他这么有面子的人 他爸爸又那么有面子的人 他如果这个交保之后要逃顿的话呢 这个让会让他 他的爸爸很没面子 这个是第一次拿面子出来做辩护啊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 第三个呢就是说 他说呢可以这个 让那个他用电子这个监视的方式 来对他进行取保 然后呢他可以请保安呢 在家里看着他 这个也是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处理 这是第三个 那么第四个呢他强调就是说 他不会跑 为什么呢 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 他的女儿和丈夫都在温哥华 他们会这个 他们他的家人在温哥华 他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人在博斯多念书 这也是律师提出来的 他不能够逃跑的理由 就是说这是这个 目前的这个律师呢 给他提出来的几点辩护理由 就所谓的他的辩护包 就是这样 那么通过这个理由来证明呢 他应该保 应该合得保释 现在法庭的这个听证会呢 到这样一个阶段 当然我们这个应用的一些资料 是在现场的 一些这个 一些这个加拿大的一些记者 包括新报记者 他们在现场发出的一些消息 那我刚刚 就是刷了一下这个推文 就是新报记者他们也说 华为呢 他其实跟温哥华的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还有这个多很多大学 他们其实都有一些 互相合作的一些 这个program 那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呢 这两所学校也站出来说 目前没有任何要终止 这些partnership的计划 所以这个是在这个听证会以外 跟华为以及加拿大 有有关的一些其他的花边的新闻 跟大家做一下报告 所以陈总这个这个案子 刚才我跟这个温哥华律师讨论 他说这个就光是听证会 就可能要进行到一整天的时间 刚才已经有一个在现场的报道的一个中国人 他就说这个 因为他看到很多记者没有进去嘛 他说这个详细的情况呢也不知道 那么呢现在也估计他认为 今天没有结果了 他认为今天没有结果了 但是从现在来看 因为中途休息了五分钟十分钟 那么呢还在做 那么呢下面能不能有结果 我们还要继续看 也不能说他有结果 也不能说他没有结果 对一直到这个 到听证会结束 你也没有结束前 你不能说他没有结果 那其实刚才 在网路上很多不同的消息 那其中有一个就是说 今天这个 有的没办法进去的媒体 他们认为说是 法院颁布了 就是不可以报导的这个 令 但是我们其实 早先的时候呢 在根据现场记者的报导呢 其实一开始开庭的时候 法官就说今天 并没有这个 禁制令 所以这也是 我想这个 可能是因为这个案件 是十分的重大 是个high profile case 他相信有很多 全世界媒体的关注 所以他也特地在 今天 做这个决定 任何的媒体都可以报导 今天在法庭内的内容 不知道陈总 对于这个 法院内的 等于是判决 或者是他们 一来一往的这个内容 通常媒体的 角色是什么 是在现场的媒体是可以 及时报导的吗 还是通常是他们会 希望说等到审判出一个结果 再进报 通常这个程序是什么样子 在美国这边我们看见很多这个法庭的审判都是 记得进不去的 然后那个媒体的报导都是用那个 划 对对对对 然后划出一个 一个一个东西出来 虽然最最后这个法庭的这个判决结果呢 他 他 我写判决书的时候 非常详细 同意的不同意的 理由在什么地方 他是非常非常详细 也许一个案子 就弄一本书出来 这么详细的一个东西 但是在法庭那个 变 辩论过程中呢 很多时候他不对外 不对外的 那么这个 我想的这个 加拿大这个 孟晚舟的这个听证会呢 大部分记者还是这个 扛摄像机的干什么的 都是不让进去的 看到有 有人发出现场照片都被堵在外头 都没人进去 那么这些 这些呢是文字记者 他里面在 在听的时候他用这个手机 对对对 打字 他们是可以文字 用文字在往外 往外面沟通 是这样 这样披露出来一些信息 所以我们很难看到这个 所以我们在这个 现场的这个 还出一张里面的 法庭上的法官的照片啊 这个 这个 这个孟的这个人的去呢 还是很神秘的 据说是后来 还是有报道说被人 保护的粗拥着 包得很严严实实的 进了去 进去了场面 所以现在没有人拍出他在现场的照片 所以我想这方面是禁止的 因为 我知道在温哥华的这个法庭 他其实 之前有很多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案子 比如说是陈冠希的这个 案子 当年他也是到温哥华的 高等法院去这个开庭 我其实已经忘记当中的前因后果是什么 不过 这种high profile的案子在温哥华的高等法庭 其实开了 是蛮多的 虽然说陈冠希这跟引渡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 不过呢 在于这个 知名人士到温哥华开庭的话 他其实是有一个 不同的 入庭的一个 管道 他是可以开车到这个地下室 三四层 然后呢 这个 这个下车之后呢 他可以有一个 这个 电梯的通道 在到法庭里面 这是我 一开始刚出道 小记者在温哥华的时候就跑这个 陈冠希案那个时候记得这个高等法院他的内部结构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呢 我想今天大家可能没有拍到他的这个 下车 或他的衣着 他的内容可能很大个原因就是 第一个大家可能守错地方 或者是 今天 他有不同的 到法院的这个 通路 这都是有可能的 不过呢 其实这个 法庭里面 高等法庭里面 他其实 法庭 当然是有大小之分 不过呢 以目前我们看到在这个场外的媒体的震仗 他的确是不可能 让所有的媒体都 到里面去有个位子可以坐下来 看这个 参与这个听证会 所以呢我想有部分媒体 在 这个高等法院外面呢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不是之前有其他媒体他们报道说因为这个 法院他们不让 没有 不让不让媒体报道我想这个应该是目前可以 证实并不是这样吗 这么一回事 好 然后我再来看一下目前有什么最新的发展 这个这个律师的辩护呢开始进入了这个 事实阶段啊 比较关键的 两点 刚才呢他已经这个 已经在这个为这个 孟女士争取 保释的时候他已经指出来 就是说 就是美国在要求引渡这个 孟晚舟的时候呢 提出了一些证据但是呢不够详细 那么呢在美国的提出的证据不够详细的情况下呢 这也应该构成他保释的一个理由 当然但同时他说他是美国 有个法律上的一个很细微的一个一个一个规定就是说 美国在提出这个引渡要求之后 六十天以内 还可以补充更多的证据 美国就是在没有完全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呢引渡这个 孟晚舟呢并不是违法法律的 就是在提出这个要求之后 提供了一部分证据之后呢 他可以先提出引渡 然后呢更多的 证据呢他会 在六十天以内补齐 这也不违法 那么呢那么他就说 那么既然你的证据不充分那么呢 为什么不让我的那个当事人保释呢 这是他提供的一个一个理由那么 从前面来看他的辩护呢 都是在外围 外围辩护 但是现在这个最新的这个法庭上的这个听证会进行到 什么地方就进行到这个 实质性的一些问题就是说 这个 孟这个 这个行为啊或者这个华为的行为是不是违反了美国的法律 这个他提出了两点那么 那么第1个就是说呢 是他们并没有违反法律 他是他是按照这个 符合美国国际 在伊朗的这些做法呢符合这个 美国的法律和国际 国际上的一些规定 这个这个就相差就跟美国方面的相差就很大了 这个 因为这个主要是指2013年的那个 华为 跟伊朗出售的那些那些东西 那么这个是计算机的一些东西 然后呢 这个是路透社报道的 那么这个 然后呢这个律师说啊 他说华为给伊朗提供的服务和设备呢 或者是被美国制裁的东西呢 实际上是在 是关于 油和能源的领域 就是美国要制裁的出口管制的呢 是油和能源的领域啊 这是比较专业的问题 因为我们没有看具体的美国出口管制法是哪些方面要控制 哪些方面不控制 那律师说这个主要是指油和 能源领域 嗯 他说 和这个 妨碍这个 通讯的一些领域 他说华为的这个 这个华为进口到这个Skycom进口到伊朗的服务的 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是民营服务 也不是不是军营设施 所以说他想给这个 从根本上给华为的这个事件解套 那么呢 我想他的变为策略是指他没有 没有违反美国的这个 出口管制法 所以说这个 从到这个时候来看呢 这个律师开始辩护呢开始采取了这个正面进攻的方式 在进行为他进行辩护 前面我刚才说了都是 外围的为他求情啊 求他为他争取保护那个 现在就是如果这个 如果这个 被推如果这个他没有罪的话那根本就无所谓 引渡啊 根本就没有什么这个 这个这个保释的问题 那么就要犯人了 就是到基本上是这样啊 这个这个这个所谓的律师现在 我在我已经看了这个律师的就是David Martin 这个这个律师呢他在家 他说温国华的律师他 有这个 35年的 这个 在 刑事法律里面 职业的经历 是一个 那么为了找到这个律师呢 找到这么一个律师呢我想华为是付了心思的 而且呢是 花了功夫的 最后请了一个 应该是不错的一个律师 那么这个律师呢 他最上场的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商业犯罪 嗯 他是上上最上场的商业犯罪 所以说这个 都是一些high profile的 Case 可以这么说吗 对他就是他这个你看他的介绍 他是美国律师协会呀 加拿大的律师协会呀 这个他还有美国律师协会的应该有也有照 他是两边两边都有两边都有照的 那个 他做没有我没有查过他做的 high fire的那些 Case 但是呢从他的这个介绍来看呢 他应该是 在加拿大比较 商业犯罪一方面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律师 嗯 嗯 所以目前 终于是讨论到这个 这一次的这个 重点了 就是 孟晚舟律师他说 实际受美国制裁的是石油和能源部门以及可能 扰乱通信的技术 但是华为和Statcom他们是专注于民用电信服务 而不是军事设备 所以他们就指出 基本上呢这个 逮捕的这个 等于是这个根本不成立哦 因为 他认为 华为和Skycom他们是专注于民用的电信服务而不是军事设备所以 美国他们做出的判断是错误的 逮捕他这个 的是是不成立的一些 罪行 而孟晚舟的律师呢现在也建议在案件结束以后再公布 细节 与 文件 呃 陈 陈总 所以呢 这个 孟晚舟律师他说 在案件结束之后再公布细节与文件 这在法律的程序上面是可以这样子进行 他的流程是可以这样子进行的 因为他现在有禁令嘛 他现在有些很多东西不知道 所以说有东西你要你要 因为美国在 申请要引渡他的时候呢会提交了 很多东西 那么现在外界对这个东西并不知道 那么从今天法律 对法律上披露的一些情况来看呢 啊 能不能知道了更多的就是知道了这个Skycom的关系 知道了华为和Skycom的关系 知道了孟晚舟和Skycom的关系也知道 也知道的他们到 他们出口到伊朗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他在一步步的在澄清但是呢美国方面 具体给了什么东西并不是很清楚 所以很多人知道希望知道的全貌 所以 刚才之前我也是跟这个王律师讨论 今天这个保释听证会 他内容当中是 会直接提到这个 这次引渡 被指控的这个 实际的这些 条约吗 就是 他我以为今天进入到保释听证会 他们其实只是要辩控 就是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有潜逃的这个 这个疑虑 他会不会对社会造成安全的任何的威胁 如果这两点都不成立的话 那他就可以 顺利的被保释 但是除此之外呢 他辩护律师也可以把这个 这个 等于是他的argument 再把他往上提个层级 就直接 讨论到这个 这次被逮捕最核心的问题 也就是 他的这个被指控的这些是不是成立 所以在这个运作上面的话 是可以 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这个 这个律师的这个 代表政府这方面的律师也是很 很聪明的 就是说 这个 他面临的什么 他面临的一个前面讨论的一共就是指着这个 梦 不诚实 那么呢 如果你不 在法庭上被证明不诚实的话 那么你说你不想你不会逃 那也是假的 那么他通过一个什么方式来证明你不诚实呢 他就是说 那你跟这个Skycom什么关系 如果你说我跟Skycom Skycom没有关系的话 那你就 掉到套子里去 掉到套子里去了 那实际上你跟Skycom有关系 那么事实上 他说这个 华为只有这个 1%的Skycom的这个 这个 这个 Share 只有1% 后来还卖掉了 但是呢 有1%也是关系 对不对呀 那么呢 那么 如果你不如实的回答这个关系 你就可能说不诚实 那么你说我再跟法庭说 说我不会逃 像律师那样 他还讲面子 不会逃 那个 那代表政府的就说 你看他已经在法庭上证明 法庭上已有的辩护 已有的程序 他显示他不诚实 那么这个时候你再相信他诚实的话 不会逃 那不是荒谬吗 他说他不会算素的 他是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一个过程 那么现在这个 究竟最后 法官怎么定 那么我们还要听法官的 就是这样 那么关于这个 这些信息的披露呢 这个 他这个 我从这个推特来看 推特上的看的 那些消息来看 他们在这个 午餐的时候呢 就要求他们披露这个信息 那现在达成的这个 这个信息呢 可能是下午4点多以后 他们会披露一些信息 下午4点多 那就是我们这边 晚上7点 对他要 这个推特上说是 Until after 4 p.m 真的是 真的是 我相信这的确是可能今天一天都不一定是不是可以 听证会可能都没办法做出一个 结论 结论的话如果今天不做出来的话呢就对孟晚舟有好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托对他有好处这个 他们的战略就是应该尽量的让他不来美国 那么不来美国就可以 尽量的在加拿大耗尽所有的司法程序 就是为什么人们担心最后这个事情要黄了 那么 这个听证会开一天他没有结果开两天没有结果开三天没有结果 那不对他好吗 他就可以 继续延续这个在加拿大这个 这个我虽然这个事情 让人胆颤心惊的 吞吐不安的 没有结果 但是呢 总比有结果好啊 对不对啊 这个如果法官说 可以你不用你不能保释 那不能保释的话呢 对孟晚舟也是灾难性的 因为 因为他在家里的话就可以 协调他的法律对我进行辩护 对不对啊 他如果在监狱的话要协调的话那就麻烦得多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他早一天出去 对他是有利 早一天就有利 对 那么呢对美国这边来说呢 如果法官说保释还没有没这个保释 今天的保释这个没有结束 那美国人再来一趟啊 他没有涉及到行为的限制的自由的问题 那孟晚舟现在是行为是限制自由的 是限制自由的 所以说 拖 对美国不利 美国是想尽快的把他弄过来 那么如果 拖一天对美国就不利 那么至少 对为孟晚舟那边争取了时间 就是这样一种游戏 所以如果他今天保释 如果说今天不作出结论 但是过 接下来几次的这个听证会之后 最后结论是 不让他保释的话 其实对他来讲是有利有弊 有利的话就是这个整个过程 又拖长了 他是 他是可以再申请上诉的对不对 这个保释 对 我对不起我不知道他这个保释的这个诉讼程序是什么 但是我在之前看到新报的一篇文章 这个没有提到这方面的就保释 这个问题的这个诉讼程序 那么呢 他只是说就是说这个保释程序结束以后 不管 不管有还是没有 他这个下一步的走的阶段是什么呢 是这个 要 要由法院来决定 这个是否给予引渡 进入了一个司法的一个程序 那么法院的只是根据美国提交的证据 来 来决定 这个 是否符合引渡要求 那么 刚才这个根据这个 学习那个 孟女士的这个律师 提供的消息呢 就是美国在 提出引渡要求之后 这个美国是 我看的 是美国是8月份提出引渡要求的 加拿大11月批准的 中间 拖了几个月 那么呢 这个 如果美国还有6 60天补充证据的话 那么这个 法庭审判有可能在60天 30天以后 60天以后进行 这时候 美国补充到充分的证据 当然如果美国想 积极麻麻把它引回来的话 他会很快的把这个证据提交过去 那么就由法院来 法院来 来决定是否引渡 那么如果进入到法院引渡 阶段刚才根据你采访那个律师的话 那么就 很漫长的 好多个成绩的这个 这个 法院那个审判程序 还有省的程序还有联邦的程序 就是说 所以说你说他好几年 那也是正常的 所以刚才 王律师他是说 这个要快的话 除非就是 这个美方这边跟孟的团队他们达成了 另外来达成协议 不过这个 这个我觉得应该 对于孟晚舟来讲他应该没有任何的 他没有任何的 原因会想要跟美国这边来达成任何 在司法程序以外的协议 有 因为这个 这个东西是一个 是一个 因为华为不缺钱 在西方社会 司法是一个机器 这个机器的机 那个机油呢就是钱 这个很好的律师 那么呢你如果在这里的运作的话呢运作的好的话呢你得到一个公正 如果你钱不够的话呢可能你的公正就不那么充分 那么 美国政府也意识到他有时候要控制司法的成本 他这么一搞的话呢实际上对华为的这个震惊效果已经有了 他不见得 嗯 就是要 把他真的把他带到美国 然后把他监狱去 关他到了10年 对啊他这个 这一次 这个 这个 我认为啊 就是 他这个引渡 这个梦的这个 要求提出来 在加拿大抓这个的话 这个效果就达到了80% 如果最后20%能达到了就去下回游戏怎么办 那那么就说让这个梦交代 究竟这个里面的过程是什么回事 如果能够 逮出更有意义的这个证据的话呢 美国下一步可能更全面的制裁这个华为 你说什么样子情况之下美国会全面 更全面 就是这个华为在这个 违反这个出口管制法方面 扮演了更重要的作用 例如说 他真的是受中国政府委派是不是啊 他干一些事 等等啊这方面的一些证据 那么美国最后不能惩罚中国政府 他就可能就惩罚这个 华为 这也是就是 等于是 然后这个 再给 再从华为上 罚一大笔钱 中心 中心罚了 罚了10个亿 那么这个案子如果罚的话可能 可能超过10个亿 就是说 美国在这方面他 他现在就是说 注意具有一个优势地位 那么如果呢就是说 他想把这个案子冷处理 低调处理的话呢 他就会跟他的辩护团队说 就是你同意快速的引渡 我们这边 律师 这个对你 或者轻判 或者对你什么什么一类的 他会他会做这些交易的 哦 所以 如果就是说你你那边 十字的咬住 不放 就是一直要走 各个程序 就把所有程序走完 那么美国 等这个 孟晚舟顶渡到美国来菜都凉了 对不对 那么他达成一个协议之后跟他们说 他说 你把他过来 我们那个因为这个秘密协议往往不公开的 你把他快速让他过来 我们这边完成一个面子 你那边呢 这个 相当性的 抗议找一下情绪 那么也许这个事情就 就就就就就 这么样的就 解决了 所以这个交易也是可能的啊 嗯 所以现在目前这个我看到 现场记者最新的 推文呢 是现在进行得到午餐时间 所以现在是这个温哥华法院这边那个午餐时间 所以目前是 呃等于是暂停 呃的一个 一个 一个状态 那目前最后呢 是这个 看一下 这个是 孟孟晚舟的团队这边 他们好像是做出了一个 PowerPoint的一个这个 呃 叫什么 slide show 就是这个 在法庭上 对他们 解释他们的立场 对对对 然后呢 Diam Martin的团队做这个事 嗯 对他辩护 还是争取保释 对 嗯 嗯 他们最后在讨论的还是针对这个 华为跟Skycom 这两个 公司他们之间 是不是有 任何的关系 他们之间的牵连是什么 以及 这个对于这个 炸漆 的 欺诈 欺诈的这个 双方是 是不是有不同的解读的方式 嗯 来做出一个辩证 对就是 目前 我们得到的这个 罪行消息 那陈总你觉得 今天 这个 听证会这样子 这样子 再开下去 应该他们接下来要讨论到的就是 这个 嗯 我们刚刚说的就是等于是这次他被逮捕的重点 就是华为跟Skycom他们之间是不是真的有任何的关联 以及这个Skycom如果他这边被证实了他们之间是有 很多紧密的合作关联的话就可以间接的证实 孟晚舟他其实是有一直在 有欺骗的这个意图 所以这个 第一要证明华为跟Skycom的关系 嗯 他们美国现在也就是咬定就是说Skycom 就是这个 华为的 而且呢你孟晚舟也在这个里面 认职 是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看法 那么这个刚才你谈到他的团队想给他们之间的关系脱钩 这个可不可能这是一个实体辩护的一个一个战略 这是一个 第2个呢就是这个 从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的角度来辩护 那么刚才他已经说了他是主要是油 是不是啊 这个 这个 他不是这个他与他这些东西呢 美国管制的是油和设备 这个通讯方面的东西 那么呢他现在这个 出口到伊朗的呢他说强调他是 民运而非军运的军运的东西 意思就是说 这些东西这个出口项目呢 不在美国出口应该是这意思 他的潜意识说这些东西 即使出口到伊朗 他也不在美国出口管制的这个方位以内 所以如果这两点都成立的话呢 就给这个华为彻底再套 是这样一个问题 他并不是说 这个这个辩护他是很 很有进攻性的 他这个防守性的辩论策略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的当事人 有罪了 我觉得逃不了罪 我是 争取为他 惩罚上从亲来辩护 这个律师团队完全没有这样一个意图 他就是 很可能就是说我们 我这个 当事人没有罪 他是这样一个角度的辩护 他不是手他是一直在进攻 对呀我觉得他是在 他是在进攻 对美国的这个这边的这个 对那种进攻态势 所以说 这个双方在 罪与非罪问题上 这个差异是很大的 从目前来看 是这么一个一种一种态势 那么最后法官 这个 怎么判 也许 我觉得那个很重要就是这个美国可能还没有给出充分的证据 美国给证据的话会到加拿大的crown这边就是他们的这个 加拿大的检察官这边 所以今天那个听证会您觉得 可能加拿大这边已经得到从美国这边的一些资料吗 他得到 因为你在引渡的时候 或者要求司法协助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交一部分的证据 不能没有证据 这个 不可以完全没有依据就说我今天要逮捕这个人 对呀这个 因为这个 从8月到11月这个之间呢我想是双方的这个 政府之间 做政治决定 和 进行法律 资料的 审查阶段 虽然不对外都不对外公开这几个月里 加拿大当方面一定是 对美国提供的一些证据进行了审查 否则的话他不会这个 下令去抓这个人 因为 一旦这个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的话呢 你的这些证据 绰统面临 被这个exam 就是这个 要被 被质 被质问 被检查的 这样一个 所以说 这种案件 不能够 马虎 而且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律师 他是这个 在这个里面呢他 不给 不给政府面子 他是为他的当事人服务 没什么 律师没什么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就是服从法律 因此呢他如果政府有破绽 这个案子就 黄掉了 了解 一定不能够 有丝毫的马虎 所以说呢美国呢在出手的时候呢他一定有充分的证据 让加拿大政府相信就是这个人该抓 对不对呀 那么现在律师说他的证据还不够 还没有更详细的证据 那么美国应该 如果法院说那么你美国政府应该提供更多的证据 那么美国政府在下面的这个时间里 在4月份到 4月 到这个 8月份 90 11 要求更多的证据的话美国应该可以提供的 是 所以那现在呢 这个 文革华的这个午餐时间 当地的记者也没有闲下来 我们现在看到 他们就抓紧时间来访问这个 这个案件 保释庭的这个 检察官 的律师 所以就说了 这检察官他说呢 中国政府呢 他们可能也会利用这一次的机会给加拿大政府施压 因为他们认为 因为他们认为 这个可能是在根据政治 经贸 以及 这个 中国人民的人权 这三点之上 他们可能会 就 以这三点来发挥 那边希望 希望 可以这个 最后可以顺利的让这个孟晚舟 被释放 回国 这个从这个 加拿大的这个美国的引渡法来看呢 他有一个条件下可以不引渡 那就是这个基于政治理由的这个原因 就是说 他如果 我估计他的律师最后会把这个 这个理由啊 找到这个方面来 就是说 说他是这个中美贸易战的牺牲品 那么这就是一种 对他的这个 逮捕美国外面就是一种政治迫害了 如果基于这个理由的话呢加拿大可以拒绝 对这个 孟晚舟进行引渡 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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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性啊这一招辩护的策略 最后说不定他的律师也会用到又用到这上面来 这个这是一个另外中国现在的反应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强大 对加拿大的这个 中国这个对加拿大 说话就不像对美国那样 对美国说话他不敢那么厉害 但是除了美国以外这个世界上中国政府都可以 很牛很牛的想说他任何他们想说的话 你看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在加拿大训那个 加拿大记者的时候 那一种那个霸道的这个形象跟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么这一次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 发的那个声明在这个抓了这个 孟晚舟之后发的那个声明 真的是这个 很厉害的 就是 帮我们回顾一下他声明说什么 就是这个 法庭都还没有决定这个法律上他有事没有事 然后中国政府就代表 代表加拿大法院就说了这个 法律上他根本就没有任何问题 把这个话就说出来了 然后这个 这个 还有一个 40的问题都没有搞清楚 说这个说他是 你不能够这样对对待中国公民 说他是中国公民 他们这两天爆出来的消息看 他不是中国公民 这个说他这个 是有美国的或者用美国的护照或者有加拿大的护照 对然后呢人们又在争论到底这个 他是中国护照还是美国护照还是加拿大护照 如果 如果这个孟晚舟他 按照中国的国际依法第九条来说他加入了美国国际 加入了加拿大国际他中国国际就丧失了 他就没有国际了 那么他就是美国公民或者是加拿大公民 在这个情况之下美国就按弄自己的公民加拿大抓自己的公民的话你中国看一啥 不知道这就是他连中国公民都不是了对不对 所以这个以后就成了一个州了 现在成了这个问题 所以能不能用但是这个中国的国际法是很矛盾的吗 因为这个第九条他说啊你要加入外国国际你自动丧失中国国籍 是吧 可是呢他他后面那个有有这个十几条十四条十五十六条几条又规定 你要中国公民的这个丧失恢复和这个取得除了第九条外 应该经过公安部什么批准 所以说法律规定的很模糊 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那么你这个你这个上是中国国籍 那么假定就是孟晚舟 他同时有中国护照又有美国护照又加拿大护照对不对 那么按就第九条规定的话呢 他没有中国国籍了 可是你如果按照这个后面的规定的话你没有经过公安部的申请 程序呢 你还有中国的这个 还是中国公民 所以所以其实 如果说他今天的确是有美国和加拿大的护照的话 其实基本上中国政府他可以不要管这个人 对不对 因为他其实基本上 可是他现在现在就是说 如果他没有经过十四十五规定的那个程序 尽管他加入了美国 他拥有加拿大护照和美国护照 可是他还是中国公民 因为他没有履行 脱离中国 放弃中国国籍的 法律程序 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 他还是中国公民 所以说 在这个时候 这个中国政府呢 你想让他是中国公民 我就用这一条 你想他不是中国公民 我就用第九条 那么你就不是中国公民 所以这个这个游戏就是 好看了 就是这样 因为目前有很多棋子要往哪边 其实大家现在都 有很多部可以走 就看 谁先攻 然后接下来的人要怎么防守 这其实都 这样沙盘推演之下 这样听一下的话 其实有很多的 不同方向 可以 现在这个时候 中国政府巴不得孟晚舟 就是中国公民 如果他是中国公民的话 外交部就可以更加大胆的 这个出来 说来 说话 那么从现在来看呢 这个中国政府是越来越强硬 为什么呢 有一个迹象就是这个 华为在第1时间 发的一个 这个官方声明呢 实际上是很温和的 就是说 我们不知道 这个孟晚舟 做了些什么事 但是我们相信 美国和加拿大的法案 那个司法系统是公正的 他会给出一个公正的一个意见 那么这个东西嘛 就符合这个 这个一个大公司的这个 公共关系的 这个 这种典范 对 和这个 你说话有弹性吗 对不对呀 不像中国政府 他没有问题 这个 不会有任何问题 这个东西 他带着 这个东西 而且这个中国公民身份 是没搞清楚的 还有真意情况 他说是中国公民 都显得很不慎重 但是呢 这个 今天我做节目的时候 我的一个 这个那个 我参加一个节目 然后那主持人就告诉我 说华为发了第2个声明 就改变了原来的这个 温和的立场 开始变得更加 非常的强硬 那么等于是 他现在也被迫 跟着外交部的那个 口气 所以原本是一个公司的 PR的 立场 那现在的话 他可能 这声明当中 又参了不同的 必须跟中国政府 一道 采取非常强硬的一个路线 那从现在来看的这个东西就很奇怪了 就是 外交部 和华为 开始变得更强硬 是吧 华为从不强硬变成强硬 外交部一直变成一直强硬 那那边呢 这个商务部中国的商务部呢 说我坚定的落实这个 习近平和川普在G20会议上达成的这个 这个这个协定 要一步步的走 川普这边也在说我们的这个 不会受这个事情的影响 所以等于中国这个 在这个 川普和习近平会谈之后呢 关于这个 关于这个当下的这些这个 华为这个事件呢 出现了两种声音 商务部现在声音的相对温和 他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说我们跟美国人 干了 我们这个 跟美国人 川普和习近平达成那个东西我们全部不算数 没有这样想 他还是将继续落实这个 这样的 这样一个协议 外交部这边呢 就开始 这个 群情激风 这一波中国国内的民主主义情绪啊 他要去砸这个加拿大大使馆 有一些人号召到加拿大大使馆 还有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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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把这些东西给封掉 平时这东西你出场就会封掉 对不对 甚至警察去抓人的这没有 所以说外交部引领了一方民主主义的这个 潮流 而商务部呢好像这一次呢 更多的务实在处理中美 关系中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 中国方官方明显对这个事情出现了两种 两种声音 就是这样 一方面强硬 一方面温和 那么 在这个当然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这个 这个 中国最高领导人出来讲话 那么 中国最高的领导人的讲话实际上对这个问题走向有非常 重大的影响 你觉得他有可能会 针对这个案子出来讲话吗 不是他不要针对这个案子讲话 他只要说 我们还是要落实这个 他不会讲这个话的 他讲这个话 他 这个民族主义会伤他呢 他只要说我们要尽快的落实 G20会议上给川普的这个 中美两国元首会上达成的异乡性的一些东西 那就够 那就表示说 他还是 对于商业 他还是看重商业 政治这方面他就不放那么多信息在上面 那个是大局 这个是小局 然后呢 在落实那边之后呢 他在 通过外交途径 和法律途径 来消化 哈维这个案件 从这样的 然后这个 刚才我们说的 通过跟对方律师团队的工作跟美国政府之间的bug 谈判 来把这个事情的这个后果呢 把他的 把他这个影响呢 压到最低 让他的后 让他这个 这个 这个 如果逃出不了的话 在法律上有一个民意让他 减少 更多的司法上的痛苦 那是 扫关几年啊 或者是 交罚款啊 等等啊 或者是等等 争取吧 就是让这个 事情这个 大化小 小化无 是这样一个过程 是 所以这个可能 目前 是大家在 等于是重点关注的一个案件 不过这个再 再拖下去 几个月之后呢 他很有可能会 不论是美方 也有可能会想把这件事情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让他 等于是大家有一个台阶下 这都是有可能 也许这是最好的策略 这个既能够救 孟晚舟 然后呢 美国政府也有面子 最后呢 你遏制警告华为的目的 也达到了 也许呢这个 这个你还能罚 罚为一大笔 这个是 双赢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然后再大 大法 这个孟 清判 这个在罚 罚他一大笔 这个甚至于再派一个 中信模式那样派一个美国的什么人去监管这个华为 在美国的业务 加拿大的业务 有可能是监管他 是这样的 他现在在美国好的业务 在撤退 所以说监管 美国也在 美国的这个政府在封 封杀华为的设备 和他的东西 所以说他在美国这也要撤出了 因此在美国这个监管的 这个东西不但是这个 他可能对他全球业务进行监管有可能 是这样 美国他有可能可以对他全球业务进行监管吗 这可能是 比较困难的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这个 操作起来就看 因为这是妥协的问题吗 因为加拿大也 属于这个 美国的 组成的这个五眼联盟的成员之一 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情报方面加拿大是 绝对会配合美国 那么这个华为在加拿大有这个油公司 是 他通过那边来来下手也是可能 是美国和加拿大 之间的确是有很多很紧密的合作 我也知道 那个 中信那个公司最后是进了总部派人派到深圳去了 是这样子 对呀这个 这个中 这个 那个华为的总部在深圳 如果最后打开协议 华为 美国也许可以派人到深圳去监管那个华为总部 也是不一定 这个东西不好说了对 你就是如果跟 如果美国确确定是逮住了证据要整理法华为的话 那么就华为要就要考虑 我的损失有多大 我会不会接受这样的 这样一个安排 这个 下面的游戏就是 我觉得只要这个梦不关进去应该就是 不抓进去 那么这个 华为就能 继续的就是 赢回一些一些东西 这个他太重要了 这个他甚至是华为的这个 董事长的这个 候选人 是 所以说你把这么个人抓进去的之后 对华为非常不好办 是 好 那目前呢我们这边并没有任何 他现在是那边 要两点 才会我们这边要五点 才会恢复 这个 恢复他的这个听证 应该 这个听证还会继续 嗯 对 不过 目前他们在午餐时间 那我们现在也没有得到更多的更新的消息 所以 目前呢我们就来播放一些 我们 最近这几天针对这个案情所 制作的一些 内容 请我们导播来播放这些 方面内容 我们に聊天 我们才会使务 大家 记得 中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